拨拨后的那个高点枪 先看一下这里他们打 BTR是引爆再聚 然后直接就顶了 BTR这里两个人坐在车上 这样耍一波杂技 空中直接被引爆了 是的 人在车中坐 货从天上来 车开着开着就炸了 其实这个距离 相对来说扫车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考验 你的那个枪在一个点上的 你扫人可能比较难扫 但车那么大的一个 面积还是比较好打的 而且他有队友的 这个枪线的协同嘛 就是火力会比较集中 集火嘛 那现在决赛圈 还剩下五支战队 磁平的侧城 两只得发现 而且磁平地对枪 磁平地对枪 小陈就是我们在 之前的选拔当中说到的 一个很厉害的次 对的 可能只不 没有能够阻到磁平 但也没关系 现在还剩两个人的TC 也是控制了整个岸边 他们两个人是把整个 东侧的岸边全部清理干净了 场上也没有什么高边制了 两个人是有机会吃鸡的 是的 FORM还在继续推进 他打了应该是马路边上的 还是高点的 高点的已经倒了 高点的那个波波后 想要过来跟队友会合 但是他没有车 没车的话就被打了个过点 是的 这场比赛 FORM已经拿到了七个淘汰 全是双人编 现在是双排赛 那这个时候最难受的 应该是CM9 因为他们交流不了 油嗨跟风雨滴 确实 这怎么交流呢 靠枪说话呗 而且好消息就是 他们现在还有圈 他们拿的位置 应该是马路边的一个目厕所 FORM这两个人 有点能打呀 很硬 要开车去撞 来了 一架一冲 顶到近点 烟雾当中 优害直接先放倒了 顶到近点的东东 那这一波 FORM的攻势直接被瓦解 但是 北斋击倒了风雨 DV先把它补了 那也就是今天只有一个 烟雾软性粘铁 挡不了枪 没有烟了呀 中间的烟没有了 是的 六个淘汰 优害 第一场上来 就要给我们上一课吗 金梦只有独狼了 先是一打一打一 因为明明倒了 而且明明倒在蓝圈边缘 是救不了的 对 那就是三个独狼的大战 北斋要先跟导师打 有可能 因为我看导师的这个行径方向 他必须走这个河边 他只要走这 就要经过北斋的枪线 北斋已经准备好雷了 听到脚步了 这一颗顺暴雷 可能会要了导师的老命 欢迎的李花已经在空中绽放 一盆直接带走 现在 北斋的面前 是有一个反鞋可以用的 决赛圈 要看下一个阶段 要看下一个阶段 给不给马路 因为马路这层面积很小 优害已经提前为下一个拳足打算了 你看他 他用这个树当掩体往前干了 因为他知道北斋的所有位置 是 北斋打了一枪 看一下优害的背包里面 两颗烟雾弹 封颗烟 换位置 很聪明 北斋有火 有雷 其实这个位置可以去封一下对手走位的 但是北斋好像是 不知道对方换位置了 你看这一波优害就很细节 他封了一颗烟 跳起来应该看到了吧 刚刚跳起来的头了 刚拉 打对方一个顺暴雷 扔的是纪念雷 撞 拉出来一波夭射是谁 是北斋 他做到了 你可以相信北斋 哇 好刺激 一打一打一 满边的队伍 单人边自己上的队伍 特别都多 哎呦 YDD这个侧面 在圈边的位置被放倒了 那现在BTR肯定是要选择进攻了 因为BTR在南边他没有圈 他肯定要铲平自己前面所有的阻碍 直接选择封烟救人 而另一边 北边1LG扎到的这个点位 就变成了K1的火把子了 看样子的话 BTR应该是先过来摆 这技能怎么提到了BTR中间的包围网啊 BTR是开车过来直接把外面的打完 然后再进圈 还要继续推进 BTR打的挺主动的 苏南一直在看 苏南这个位置看能不能打 苏南车 我想打一个选择捕人 是的 还有一个是残血 爬下了 他们都引爆的 负料 再打一个 收到脚了 这个人 他倒地之前 烟雾弹已经封起来了 所以说第一时间是不好补的 但是呢 对方也不好救 对 队友离他有点迂远 那这一波相当于是 两个毒狼 把满边的BTR给托死了 ACD拉出来劝架 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 ACD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稳健的方式啊 因为在这个赛制之下呢 吃一场鸡大概率就能晋级 你如果选择激进的劝架 要人的话呢 就很难接受了 虽然选择往前顶了 因为这个时候蓝圈要过来 他可以一边跑一边打 但是没有掩体 只能靠烟雾蓄灭 一丝血了 好痛 选择直接强行打药 最终还是被混 混烟带走 但是BTR真的是被托死了 就剩两个了呀 是的 K1也把残边 脸上残边式带走之后 现在残边式两个满边 加一个没有进圈的BTR 4打4打2 那现在就是 左边4个右边4个 夹着中间两个打 其实这把的地形还挺复杂的 有很多小的坡度可以利用 这场比赛就是 给BTR来一个界面礼 欢迎来到PL 8个人夹着你打 这要是能突围的话 我就觉得 BTR挺牛的 但是我再是想不到 什么很好的方案 他没有任何深入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对 这枪线 ACT还有两个人 已经压到了他们近点 而且这里 你看PATCHER这个位置的话 架这种下山路架得很 只要对方有车 看下来呢 就是8个人的集火 对 都不是4个 是8个 BTR还有车可以用 一步进圈 等一个圈吧 圈边还是有位置带的 如果真的极限难切给他们的话 还可以多活一个圈 概率太低 是的 同行远 防区 防区 天外这边也有个 返斜 你看人还没下来 刚刚驾好车 这就被放倒一个 是 先抢夫了呀 两个队伍 但ACT自己要小轻 因为你 你像自然探这个位置 如果说往山上拉 这种下山的图 可能也会被K 对方 万一来个神经枪 两枪头 把你从车上打下来了 你上哪里去呢 是的 刚才如果说自然探 倒在山坡上 也没法救 所以 比较理性地拉回来了 很合理 那 去看看BTR 最后这个人头 会给到谁 我要是他呀 我这个时候 就双手离开手机了 确实 真的没有必要侦查了呀 被拍摄打了一个 还有一个人 你看身上一颗烟都没有 他满的三头三甲 他好亏呀 不如队一队 我说实话 再到下一把 你看 他肯定会想要队一队 他满头满脚 但是面对趴射的拍摄 应该是不占优势的呀 趴射这个子弹呢 是非常稳定的 就是这个 从拍摄这个角度 这个背景来看人物模型 是太小了点 我眼睛都眯起来了 最后两瓶小饮料 这一瓶都有可能打不上了 好 那最终的决赛圈 来到了四打 直接挂到两枪头 然后再接上一枪的伤害 奥特倒了 这你受得了吗 舒涵在前点的位置 又是被北京给带走 危险了 不过呢 小匠过来救主 看看 最终也是无力回天了 因为这一波的话 主要也是救指挥心切 那对于舒涵来讲 在如此尴尬的一个位置 只能建立在队友的架枪 以及支援上 才有机会能活下去 主要是TC这边的包围网 在一开始闪得很开 看一下1LG和BTR之间的大战 拉拔这边是一颗手雷 先放倒一人 而左边呢 也传来了RSD和Showtime之间的大战 目前来讲的话 BTR在外围还是有着绝对的优势的 但是现在看上去总感觉 1LG这边应该是要直接被覆灭掉了 对 因为目前开局来看的话 血量上还是BTR有优势的 最主要的是这几兄弟都沾在一块了 感觉这波遭遇战呢 1LG落在一起的时候阵型就没有办法展开 对 现在只剩下一人 BTR确实很有势力 其实不只是U High 包括Zexy今天也是上场了嘛 我觉得BTR作为东南亚老牌强队 其实也是不容小规的一个对手 没错 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嘛 这个晶晶分数线很有可能就在小车 该溜溜 这北切的两个队伍 只能在这城里边待着了 因为周围的山上都有人了 BTR血气方刚直接顶过来 表能C这个位置还在蹲 没有招机露脚步 导师这边闷好一个雷 应该是让表能C先露 队友打补枪 导师这边很自信 顶到近点的位置 拉牌这边突然先放到了导师 是的 我觉得 我就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导师也比较不好意思 让表能C去败 所以自己就先露脚步了 确实不好意思 表能C后边还有名词歌 就是你那边漏枪了 你暴露两个 我这边漏的话 我只暴露一个 但问题是我们要看哪种防径 是更好补枪 更好打背身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 BTR落位一瞬之间 导师就已经漏了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主要是在那个长条房 其实表能C这个位置很难帮到 最好的办法 它就是先开一波枪 打死打不死 先把位置漏了 然后让BTR 提防一点 分分心也行 钢枪小霸王这边是被染尘给放到 苏南往北部走 那其他的队友有载具能撤吗 有载具能撤 宝宝位上上来就被摸了一枪头 两个人下车 不敢坐了 不敢坐了 对 这胎也被打爆了 走后台没了 明明直接回防区了 明明直接回防区了 给他爆了 不然走 不然走我给你爆了 给他爆了 好好好 应该是没有机会的什么打药了 就看表明C能不能帮到他了 呃 我觉得在这趴着也行 就趴车边吧 趴下面行 你就趴那个车边嘛 再往上走 这没了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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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点犹豫 我感觉他 其实这是很多 你别管是素人也好 还是新选手也好 上场会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这个时候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比较着急 队友也没有办法去指挥他 这波本来以为BTR进来是中埋伏了 对 他问题不大 47分 而且还有图兰 这个保底呗 是的 反正你已经进击了 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现在头大的是APC 哥们你进击了 我在旁边看着你俩打 我还没进击呢 那要被切了呢 那可是守门员啊 那被切了呢 对不对 好好好 切了全边了 很喜欢渠道的一句话 那被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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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说三声好的圈直接给你干个难解 哎呀 那这样的话 NV又是在极限的情况之下 找到了一个求生之路 哈哈哈哈 他要飞去的 哈哈哈哈 昨天我战神起跳 是的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也该到了睡觉时刻了 那接下来也该到了睡觉时刻了 因为队伍里边只剩他一个人了 哎 这位置啊 谁都活不了 哈哈 太尴尬了 为什么 李霞在进攻RSG的路上 而且呢 这是RSG在分踩 来 高点留了 哦 半坡是留了一个 往往这边 哎呦 哎呦 好漂亮的拜博 可惜啊 可惜啊 想打右边那个单位上正面还有一只 对 这个就是 职业赛场的恐怖之处 就是 我感觉啊 他的这个 想法是非常好的 是 因为右边来人